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特别的调皮 整天跟男孩子在玩 又黑又瘦 鼻子大 眼睛小 妥妥一个假小子 但是女孩子的爱美之心是藏不住的 常常会把妈妈的化妆品吐在我的脸上 口红呢 吐得满嘴都是 眼睛呢 化成了绿眼怪兽 闹出了很多的一个笑话 长大之后的我依旧是那么爱美 喜欢化妆品 年龄越大 对化妆品的选择呢 是更苛刻了 经常一款化妆品还没有用完 我就会换另外一种化妆品来用 从来没有同样一个款一直用的时候 好的化妆品是价格贵 我又不能长期的去使用 价格便宜的化妆品呢 又不放心它的产品的质量 久而久之 选择自己满意的化妆品 实在是太难了 有一次 通过朋友的分享 认识了爱多美 并使用了基础六件套 我被小小的BB霜爱上了这个爱多美产品 当时的我脸上是有斑的 为了遮住它 涂了厚厚的粉 不透气 皮肤很闷 涂少了吧 还遮不住 非常的苦恼 但是用了爱多美的BB霜 挤在我的手掌心 搓一搓印在我的皮肤上 薄薄的一层 又透气又保湿 还能遮瑕 就这样 我爱上了爱多美 我把家里的一件件都换成了爱多美的产品 我家里的厨房 卫生间 化妆台 几乎都是爱多美的产品 我经营爱多美之前是做实体店的 专门接待韩国的旅行团 旅游旺季的时候 我都没有时间吃饭 更不要说是照顾孩子 所有的节假日是我最忙最忙的时候 就连过年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在家里吃年夜饭 我的儿子也要跟我一起在店里过年 每天我甚至为了多卖点产品 同样的话跟不同的人说几十遍 说得我嗓子都冒火了 经营几年后发现网络的发达 商品的价格特别的透明 很多游客来中国旅游之前 已经通过网络搜索到商品的价格 他们也查询到了购物的指南等等 我们的利润越来越少 我感觉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心里也特别特别的不安 我这个店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 再加上长时间没有陪伴孩子的原因 孩子的性格也有所影响了 我开始寻找能够陪伴孩子的同时 也能挣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突然想到我不是爱多美的爱用者吗 那么我能不能经营这个爱多美呢 通过老师的分享 也对爱多美的事业有所了解 经营爱多美不需要很高的学历 也不需要经验丰富 更不需要很好的外貌 只要你爱用产品 并且把它分享给很多朋友 就能成为最优秀的事业者 以前我为了卖产品 我要说很多很多关于产品好的话 甚至要夸大宣传 才能卖出一款产品 但是爱多美的产品呢 我不用说 他们看到我脸上的变化 就会主动问我 你用了什么化妆品呢 我就会推荐他爱多美的化妆品 见到孩子的宝妈呢 我就会推荐爱多美的益生菌 产品的性价比高 自然就有很多的回购了 就像你看过好看的电影 是不是要推荐给你的朋友去看呢 吃了好吃的美食 也会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爱多美就是你用过的好产品 要分享给亲朋好友的 当然能做到没有负担的 分享给亲朋好友的好产品 并不是很多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所以呢 我身边的人 大部分也都是普通的人 如果产品的价格很高的话 不能一直用下去 能够买过一次之后 不会再去购买了 而爱多美选择的是两则折二 将把矛盾的词 大众和精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让大多数的普通人也能拥有的精品 就是奢侈品 这就是爱多美的大众精品 爱多美要求当产品的品质一样的时候 力求价格更低 价格一样的时候 力求品质更高 用亲民的价格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 大众精品 优品两价 成了爱多美的标签 是爱多美始终坚持的一个产品战略 是十多年来一直坚守的一个原则 调汉吉董事长曾经说过 好产品便宜卖 消费者自动会聚集在一起 因为消费者都是很聪明的 你不用告诉他 哪些产品好 他们自己就会主动 找到一个同等品质 价格低的产品来 爱多美的大众精品战略 恰好符合我们消费者的选择 有句话说 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挑战 那么爱多美是怎么去做到的呢 通常优质的名品都会在百货公司的一楼 最耀眼的位置坐柜台 吸引消费者 那么爱多美呢 是网络电商 所以节省了这些费用 我们再看一看它的包装 我们采用的是白色为主色 容器是用了节省费用的塑料材质 包装是一个一次性的消耗品 产品本身才是我们用到的 爱多美把更多的财力和精力 投入到了产品的本身上 对于包装啊 宣传啊 这些等等呢 都没有过多的投入 我分享爱多美的时候呢 经常会有人问到我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牌子呢 我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这个牌子呀 我就会告诉他 爱多美不做广告 没有实体店铺 口碑宣传 实力说话 就拿我们爱多美的每日面膜来说吧 当用过之后 朋友会问到我 你确定这款面膜是五块钱一张吗 不是五十块钱 我就会很负责任地告诉他 是的 这款面膜一盒实贴 就是会员价五十块钱 如果它有一个华丽的包装 如果我们大力地宣传这款产品 我们就不可能以这么超值的价格 购买到这么优质产品 朋友点点头 认可了我的说话 那么在确保价格有竞争优势的同时 我们是如何保证产品的品质呢 那就是无成本预算 开发 保证产品的品质 我们开发任何产品 都没有开发的期限 也没有产品销售的目标 更没有新产品开发的数量 我们只关注产品的品质 如果一开始设定了产品的价格 那么产品的品质在开发的开始已经限定了 假如您要做一件衣服 限定的成本在一百块钱以内 那么您就会在一百块钱的空间内寻找它的材料 如果想找一位很好的设计师 设计出更好看的衣服 或者您又想搭配很好看的装饰品来提高你的衣服的品味 就会超出了你的预算 您只能放弃 也无法展现出您所满意的衣服 而爱多美公司呢 让我们产品开发部的同事 没有任何毫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 从各个角度来审核自己开发的产品 并且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考虑这个产品的使用性 这个产品是不是我们消费者长久需要的产品 它会不会破坏生态环境等等等等 寻找消费者需要的产品 寻找更好的原材料 呈现出更好的产品的功效 这样我们才会对自己的产品更有信心 关于超纸的价格 是三大文化中的爱多美 共同成长文化 以及一品一色的原则 在爱多美的平台上 牙刷只有一款 卫生巾也只有一种 这是因为爱多美一款产品 只有一家企业提供的原因 我们采取一品一色的原则 我们的订单只给一家企业 这家企业必须是很优秀的一个企业 这些产品都是公司在几十个企业中 甄选出来的 我们的牙刷就是我们朴汉记董事长 在几十个企业中甄选的 当初董事长在市面上 收集了几十款牙刷 每天亲自去使用 之后当中选出最好最好的牙刷 并找到该企业 跟他协商 压低供货价格 提供帮助他们大量的采购原材料 并把生产线全部都换成自动化的机器 才能占低我们产品的成本 我们也能用到这么超值的黄金纳米牙刷 我们跟合作企业是共同成长的 形成长期合作的紧密关系 合作公司更多的精力专注产品的研发 以及提高产品的品质上 大众精品战略诞生出业界销量第一的冠军产品 它就是我喜欢的黑毛衣 爱多梅换利盈 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发布称 爱多梅换利盈连续七年获得了韩国业界销量冠军 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在韩国被称为是经济检查机构 管理韩国经济的中央管理机构之一 这是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 2020年7月发布的数据 韩国业界前十名当中 爱多梅的换利盈 爱斯洛特增盐系列 飞盐水润五件套 一生军这四款产品入围了 是不是很厉害呢 其中爱斯洛特增盐系列 获得了NEP认证 中文直译过来就是 首创的卓越技术产品 是由韩国产业技术协会颁发的认证 是政府认可其技术性 商业性性能及品质卓越的认证制度 此前爱斯洛特增盐 还获得了IR52奖音师奖 奖音师奖是在韩国本土 科技产业中最具有权威的奖上 这款产品是21世纪肌肤科学的结晶体 爱斯洛特增盐系列中 用到的六大技术 得到了业界的一个认同 大家知道爱多美的化妆品四大技术吗 那就是高程度提取技术 是从新鲜的绿茶当中提取成分 放入到我们化妆品里边 它会更加清爽 保湿 还可以抗衰老 新鲜潮本提取技术 就是采摘的新鲜潮本 在48小时之内提取有效成分 保证原材料的新鲜度 以及有效成分的数量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刚从菜园里采摘的黄瓜西红柿 是不是比冰箱保鲜的黄瓜西红柿 更有营养 而且更美味呢 发酵的技术 就是利用伤黄蘑菇和糙米 东虫下潮和伤黄蘑菇 发酵中提取的有效成分 有利于帮助我们皮肤细胞的再生 多虫液晶技术 就是把所有的有效成分 包裹在比皮肤间隙小 三分之一大小的胶囊当中 而且呢把这些有效成分呢 包裹在一个像洋葱一样的 包裹很多层 每一层它都会打开 之后把胶囊里边的 所有的营养成分 撒在那一层 一直伸透透我们的真皮层 大家知道我们的真皮层 才能生产出我们的胶原蛋白 大家是不是喜欢胶原蛋白呢 那艾斯洛特真盐系列呢 在这四大技术的基础下 全面升级 结合了添加两大革新技术 其中一种技术就是多重复合物 利用了细胞休眠的休眠术 让皮肤细胞休眠 从植物里提取的高浓度提取物 修复我们皮肤的细胞 有效缓解改善睡眠的痕迹 还有就是鱼山豆的蛋白质 约塞米地发酵萃取物 这些都是缓解改善皮肤衰老的功效的 这些成分呢 就相当于我们回家进门之前 需要一个钥匙 钥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 它做到了这个钥匙的一个作用 你有了钥匙你才能进屋 有了这些成分 才能让表皮层和真皮层有一个桥梁 让一些有效成分进入到我们的真皮层里 再给所有的有效成分装了一个导航仪 自动正确地传达需要修复的地方 就像我们在医院 我们生病了 我们嗓子疼嗓子发炎了 医生会给你开 自赏脂的消炎药 如果你膝盖疼 医生会给你开 自膝盖的消炎药 这个药呢 它是会针对性的 这些技术我们使用了 我们的化妆品里边 这个技术呢 首次在化妆品里使用的技术 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 您要是用了 这些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脸上 这么神奇的化妆品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价格 是不是特别的超值 这就是艾多梅 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 艾斯洛特增盐系列 基底水用的是 绿茶提取的精华水 从基底开始 它就与众不同 独特的碗香蕴香气 给这款产品添加了高贵和优雅 记得我第一次使用 艾斯洛特增盐化妆品的时候 化妆水喷在我的脸上 不用拍打 轻轻的土就已经吸收了 淡淡的碗香蕴香气 留在了我的脸上 接着使用了 安平 精华 乳液 眼霜 营养霜 六件全部涂在我的脸上 瞬间变得光彩 亮丽 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身边的人纷纷问到我 你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化妆品 好多年没见的朋友呢 见到我之后 他就会说 你的皮肤怎么就比以前还要好 你到底是怎么去保养的 我就把保养的秘密告诉了他 最终他也成为了爱多梅忠实的一个粉丝 2017年9月上市之后 被广大的消费者喜爱 上市的第一年 销量就达到了53万8件套的惊人刷售量 截止2018年12月 总销售额达到了1065亿韩币 约人民币6亿元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下方 这是又一项认证的标识 爱斯洛特真言系列 每一款都获得了德国Dermatist 第一次级认证的五颗星 这五颗星说明了 这款产品通过极为严苛的检测程序 该机构成立于1978年 是德国的权威皮肤科医生协会的一个认证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再好的护肤品 如果你的皮肤清洁不到位 营养就不会百分之百的被吸收 所以清洁是护肤品的第一步 爱多美的洁面护肤四件套 就是它的黄金搭档 我呢也是每天用它来清洁我的皮肤 卸妆乳是清洁我们毛孔 同时呢给皮肤提供营养的 每次呢要挤出像硬币那么大小的量 敷在我们的脸上 乳变成精油状态之后呢 我们就打个圈去按摩按摩 然后用湿巾或者是紫巾把它擦出来 关键就是第二步 我们要再用同样的方式去使用卸妆乳 同样的挤出硬币大小的卸妆乳 涂在我们的脸上 那么为什么要用两遍呢 第一遍卸妆乳是要清洗我们白天 吸收的一个灰尘 还有我们的彩妆 第二遍它才能是深层的去清洁 我们毛孔当中的一个灰尘 那使用完第二遍之后呢 也是用湿巾或者是紫巾 轻轻地把它擦出来 再用我们的洗面奶 洗面奶是清洁我们毛孔中的代谢物 以及彩妆的残留物 那洗面奶的使用方法呢 要挤出黄豆大小的容量 放在我们的手掌心 关键是我们加水 我们要扫量多次的放水 然后呢打个小圈去搓出很多很多的细腻的泡泡 然后用泡泡敷在我们的脸上 轻轻地按摩一分钟左右 用温水去清洗 我们的脸呢就不紧绷 特别特别的光滑 去角质凝旧 爱多美采用的是很柔和的植物成分 减少了角质层的刺激 还能保湿和亮丽 那这款去角质凝旧凝胶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的手上还有我们的脸上 再加上我们的空气中是不可以有水分的 所以我们擦干脸之后呢 再把去角质凝胶挤出 同臂大小的量 敷在我们的脸上 让凝胶溶结成水状的时候呢 我们轻轻地打圈按摩 把新陈代谢卸下来的去角质层呢 把它卸下来 再用温水去清洗我们的脸 最后一步 撕拉面膜是最关键的时候 撕拉面膜用之前 一定要把前面的六件套 全部涂在我们的脸上 再把撕拉面膜从里 从里之外 从下往上 这样的方式去涂磨 全脸都涂了之后 我们要干透了之后呢 再从下往上的方式 去把它撕下来 撕下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脸呢 像磕了皮的鸡蛋一样 又白又嫩又光滑 而且特别的透亮 它有着紧致肌肤 提拉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这样的产品 我们看一下大的价格 都不到300元一套 是不是特别的超值呢 这就是我们产品的哲学 大众精品的哲学 优品良价 是爱多美追求的真正的价值 如果您正想换一套护护品 那么我推荐您 爱多美的护护品 保证您用完之后会爱上它 如果您想经营爱多美 那您首先自用产品 并爱用产品 那么产品将会是很好的武器 会帮助您开拓市场 因为爱多美的产品 是长着翅膀的 祝愿所有与爱多美相遇的人 都能够收获美丽与健康 让我们遵守原则 携手并肩 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我是带给大家健康与美丽的花仙子 感谢大家